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只有 煩惱業力不斷的長遠 以前我很害怕 無常的考驗 每次都讓我非常心痛 有一次為了要 帶我婆婆去曼本 意外發生車禍 一個73歲的老伯伯往生 那時候我們兩個夫妻 都抱瘦了好幾公斤 而且承擔的壓力 還有恐懼和憂慮 實在是讓我們兩個痛不欲生 因為如說的夜間環保 開始在提醒了 我就跟姿姐說 我可以加入你們的夜間環保嗎 我就這樣走盡司機 參與環保讓我忘卻煩惱 心安自在 你在座當中去聽上人的法 然後在座當中去覺去悟 只從三樓 第四天 對於恐懶 上人的法 要我們勇敢地面對 然後要去處理它 盡心盡力地處理 那如果沒辦法很圓融 那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心去轉念 進來此地 這十多年來 我覺得讓自己的心臉 越來越有韌性 人生中並不是求求是好球 反正是運氣力進 過了就前腳走 後腳放 要往前看 才是最重要 要不要動 你怎麼會做 我不想看 我可以說 你怎麼會做 你怎麼會做